现在的真实影像是1973年 一代公子巨星李小龙英年早逝 外界对其死因猜测万分 终究是木已成舟 无法挽回 其家人为他举办了两场葬礼 现在看到的是在中国香港举办的 镜头中葬礼举行当天 数万人挤在街道上 香港出动了大量警察 维护现场秩序 群众早早聚集在殡仪馆外 只想送李小龙最后一场 由此可以看出李小龙之死 在当时产生多么大的轰动 早上9点钟 李小龙的妻子Linda 也是抵达了殡仪馆 通过她的神情可以看出 此时的心情低沉和难过 虽然大家对于李小龙的死因猜疑万分 但Linda始终相信 自己的丈夫是因为意外去世 在去医院路中 Linda一路相陪 而后医院出的死亡报告中 也是写到死于脑水肿 具体引起原因 却是没有详细序述了 在藏旅中央是李小龙的一家 并且她的灵位周边 白马的花圈和道瓷 香港大部分明星到场 鞠躬致意 缅怀好友 注意到 Linda也是遵循中国习俗 穿上了校服 虽然李小龙国籍是美国国籍 事业同飞也是在美国 但李小龙一直宣扬中华传统文化 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家人们也是遵循她生前的意思 举办一场中式葬礼 接下来出场的是李小龙的大儿子李不豪 年仅八岁的她 已经可以看出她传承父亲的俊逸 随后便是李小龙的小女儿李香宁 此时的她也才三岁多 两眼一毛 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毫无概念 Linda也是亲自为子女换上了校服 一同跪在临位旁边 对前来吊咽的宾客进行打谢 由此可见 在Linda的心中是认为 自己是一个中国儿媳 尊重中国传统 镜头中 这位神情悲伤的黑衣女子 名为苗可秀 也是李小龙的绯闻女友 两人从小便相识 算是青梅竹马的小伙伴了 在拍摄《猛龙过江》中 两人有过多次合作 这位熟悉的面孔 便是洪景宝年轻之时的 两人在拍摄电影中 有过多次交手 私下更有切磋交流 关系十分友好 除此之外 香港各行各夜的人士 都前来吊咽 甚至现场还出现了 许多熟悉的外国面孔 大家对于李小龙的一世 都十分伤心 随后 李小龙入恋 奢华的铜官被抬进临场 据当时报道 这副铜官价值百万 可里面躺着的人才是不价的 他将中华古术带到了世界舞台 其贡献是金钱无法形容的 随后棺材盖缓缓揭开 李小龙的遗容便露了出来 望着父亲一动不动躺在那 两位小孩无法感受到亲人的悲痛 甚至李小龙的儿子还问到妈妈 父亲是不是在演戏 演得好逼真养 亲朋好友们依次走过瞻养 神情之中邪晚遗憾 为李小龙进行最后的祈祷 镜头中葬礼结束之后 逼一拐弯的人们始终不愿散去 因为对李小龙的意外离去 留给人们无尽的悲痛和思念 他们想在最后的一点时间内 记住李小龙 记住这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化符号